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大学比拼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理工巨博东西对决 MIT对抗加州理工 二金融教育之巅 宾夕法尼亚大学对抗芝加哥大学 三艺术与设计的竞技场 帕森设计学院 TK伦敦艺术大学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理工巨博东西对决 MIT对抗加州理工 哦 各位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学术界的史诗级对决 那就是理工巨博的东西对决 麻省理工学院 MIT对抗加州理工学院 Caltech 这场对决 比起漫威宇宙的英雄大战只多不少 毕竟这里的超能力是智力和创新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两所学府的背景 MIT位于美国东岸的波士顿 是一所享誉全球的私立研究性大学 它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项目 一直是全球的佼佼者 而Caltech 位于美国西岸的帕萨迪纳 虽然规模小得多 但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 尤其是在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科学领域 这两所学校的对决 就像是脑力版的洛杉矶户人对波士顿开尔特人 每一次的交锋都充满了智慧的火化和创新的激情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有趣的故事 一 骇客文化 MIT以其骇客文化文明 这里的骇客指的是一些充满创意和幽默感的恶作剧 比如 有一次MIT的学生把校园里的一座建筑物装扮成了R2第二机器人 而Caltech的学生也不甘示弱 他们曾经在MIT的校园预告片中悄悄加入了Caltech的标志 这种精神实在是让人既佩服又忍俊不惊 二 竞争的传统 两校之间的竞争不仅仅体现在恶作剧上 还有在科学竞赛和学术成就上的较量 比如 两校都有自己的太空探索项目 MIT的学生和教授参与了火星探测漫游者项目 而Caltech管理着美国宇航局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这可是星际对决的最佳写照 三 诺贝尔奖的角逐 在诺贝尔奖的赛道上 两所学校都是重量级选手 和校友们共获得了数十枚诺贝尔奖章 这些奖项涵盖了物理学 化学 经济学等多个领域 每当诺贝尔奖的季节来临 两校的学生和教职工都会紧张地关注 看看这一年的智利奥林匹克会有怎样的成绩 四 彼此的尊重 虽然竞争激烈 但两所学校也相互尊重对方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在学术会议和研究合作中 两校的学者们经常能够放下校级竞争 共同推动科学的进步 总的来说MIT和Caltech的对决 不仅仅是两所顶尖学府的较量 更是人类智慧和创新精神的展现 这场对决没有真正的输家 因为每一次的竞争 都是推动我们走向更加光明未来的动力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 不妨准备好爆米花 享受这场脑力激荡的盛宴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金融教育之巅 宾夕法尼亚大学对抗芝加哥大学 啊 宾夕法尼亚大学 简称PEN 与芝加哥大学 简称UChicago 这两所学府在金融教育领域中的对决 可比股市中的牛熊大战 或者是在货币市场中的美元对欧元的汇率较量 这是一场学术界的精英对决 两所学校都拥有著名的商学院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 Warton和芝加哥大学的布斯商学院 Booth 他们在金融教育的领域中 犹如两头雄狮 争夺住领导地位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沃顿商学院 这所学院不仅是美国最古老的商学院 而且 它的名字在金融界中 就像是一张无限额的信用卡 你提到沃顿 人们立刻想到的是金融精英和创新的商业策略 沃顿以其严谨的数量分析和实际的商业应用文明 它的校友名单上满是CEO CFO和至少一位美国总统 是的 唐纳德 特朗普是沃顿的校友 这点我们可以稍微带点幽默来看待 另一方面 我们有芝加哥大学的布斯商学院 这是一所以其经济学派 特别是芝加哥学派而闻名的学府 布斯商学院的教育重点 在于理论的深度和创新的研究 它的校友和教授中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布斯的学生们被训练成为市场的大师 懂得如何在经济学的海洋中航行 即使是在最狂野的金融风暴中 也能保持船只稳定 这场对决不仅仅是学术上的 它还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 沃顿强调实践和应用 而布斯则更注重理论和原则 这就像是在金融市场中的两种投资策略 一种是基于深入的市场分析和及时的交易 另一种则是基于对经济基本面的长期信念 有趣的是 这两所学校的竞争也反映在他们的校园文化中 沃顿的学生可能会在课堂上 讨论最新的股票交易策略 而布斯的学生则可能在咖啡馆里辩论货币政策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沃顿的学生可能会穿着西装打领带 准备下一场企业面试 而布斯的学生则可能穿着休闲装 深入研究经济模型 最终 这场金融教育之巅的对决并没有真正的赢家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都在培养住未来的金融领袖 而学生们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目标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府 无论是沃顿的实战派 还是布斯的理论派 这两所学校都在金融教育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为世界贡献住他们的智慧和才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与设计的竞技场 帕森设计学院 PK伦敦艺术大学 啊 当我们谈到艺术与设计的世界极竞技场 帕森设计学院 Parson School of Design 与伦敦艺术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UAL 这两位重量集选首总是会被提及 这场比赛不是在运动场上 而是在创意的战场上 两校的学生和校友们用他们的画笔 设计和创新思维来争夺世界的目光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帕森设计学院 这位纽约的时尚教父 帕森斯是那种穿着黑色高领毛衣 手持最新款MacBook Pro 坐在曼哈顿咖啡管角落里 看起来既神秘又有创造力的那种学校 他的时尚设计课程几乎就像是走上纽约时装周的VIP通道 毕业生命单上有多少大牌 哦 只是像Donna Karen Mark Jacobs Tom Ford这样的小人物 嗨嗨 完全是反讽 然后 我们有伦敦艺术大学 这位英国的创意巨人 UAL就像是那位穿着布机 带着艺术佳气质的人 他们在泰晤士河畔的画室里 用画笔和电脑魔法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作品 从中央圣马丁Central St. Martins 到伦敦时装学院 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UAL的学生们在时尚 艺术 设计等领域中不断推动界限 毕业生 哦 只是Stella McCartney Alexander McQueen和Anish Kapoor这些名字 他们在艺术界可能稍微有点名气 这场PK赛中 帕森斯和UAL都在各自的领域中表现出色 帕森斯的学生可能会设计出下一季的高级时装 而UAL的学生可能会在泰特现代美术馆 Tate Modern展出他们的最新装置艺术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关于谁的毕业生更加耀眼 而是关于如何将创意和创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从而改变世界 当然 这场比赛从来不是终点 而是一个过程 每年 这两所学校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创意人才 他们带着梦想和热情 希望在这些学府的指导下 将他们的创意变为现实 无论是帕森斯的精致时尚设计 还是UAL的前卫艺术作品 这些学生的创作 都在不断地推动诸艺术与设计的界限 所以 亲爱的观众 当你下次欣赏一件精美的服装 或是一副引人入胜的画作时 不妨想想 这可能是来自帕森斯与UAL这场创意进技场的产物 这场比赛没有终点 只有不断地创新和超越 让我们为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鼓掌 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赢家 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汗水 为我们的世界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想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结起来 这些学术界的对决 充满了竞争和创新的精神 无论是MIT对抗加州理工 还是Pen对抗U Chicago 又或者是帕森斯对抗UAL 这些对决都展现了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巅峰 这些学府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独特的优势和声誉 他们的学生和教职工们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创新 推动了科学、金融、艺术和设计等领域的进步 当然 这些对决并不是为了找出一个真正的赢家 而是为了激发更多的创新和进步 每一次的竞争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所以 无论你是支持MIT还是加州理工 沃顿还是布斯 帕森斯还是UAL 让我们一起欣赏这些学术界的史诗级、对决 为智慧和创新的盛宴献上掌声 同时 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分享对这些竞争的看法和想法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